這個Windows Debug Preview 其實只是一個 這個Windows Debug Preview 我覺得它真的是超 這個Windows Debug 這個Windows Debug Preview 真的是超好用 也解決我很多像是軟體 我到底不知道 這個Windows Debug Preview 真的是幫助我很大的幫忙 這個Windows Debug Preview 真的是幫了我很大的忙 因為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個軟體出現的問題 那這裡就很清楚的告訴你 喔!就是這個軟體出現的問題 那你要是去找驅動程式 或是你檢查一下你的硬體驅動程式 像是顯卡驅動程式 到底有沒有符合你那個軟體的需求 或是你那個軟體到底是幹嘛 你要重灌那個軟體 這個Windows Debug Preview 真的是幫了我很大的忙 就解決很多問題 因為我到底哪一個軟體有問題 這裡一看就知道 那你可以去猜 這個Windows Debug Preview 真的是幫助我很大的忙 因為到底哪一個軟體有問題 我不知道啊 那你用這個Debug Preview 一看 哇賽!一下子就知道 是哪一個軟體的問題 那你解決方式 你可以看看你哪一個軟體 到底用了什麼CPU嗎?還是你的GPU? 看看你的顯卡驅動啊 還是什麼的驅動 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 還是一樣溫度過熱的問題 就去瞧一瞧啦 就是比較好知道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問題 那你就要自己去做實驗囉 所以我這個藍瓶 所以我這個藍瓶的問題 我就會這樣子陸陸續續就搞了一個 所以我這個藍瓶的問題 我這個藍瓶的問題 應該陸陸續續搞了一個多月 真的是超長時間 然後就一直重開機 然後在那裡調整一大堆設定 然後重裝重灌 亂七八糟 那現在也是比較穩定耶 比較不會有藍瓶出現 那最後的問題 解決了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溫度過高 就是降一下那個瓶啊 降瓶 降一點點 然後那個 如果用完這個軟體之後 電腦 如果用完這個軟體 如果你這樣子用完 然後你還是搞不懂 到底出現了什麼問題 那我也不知道要怎麼幫你 你可能就是去換一台新的電腦 比較省時間吧 因為我用了這個藍瓶 用了快要一個月 應該是一個多月吧 那如果到了這個步驟 你還是一直出現藍瓶 那我也真的 可能就建議你去買一台新的電腦 還比較快 因為我這個藍瓶東西 用了一個多月 真的是花了很多很多時間 然後就一直重開啊 然後用一下設定啊 然後又重灌啊 然後又用軟體 然後所有軟體都要重灌 花了很多時間 那你真的如果問題還是一直出現 那就去買一台新電腦吧 那希望大家到這個步驟 就把問題都解決了 那希望到這個步驟 到這個步驟 希望大家都把問題解決 那如果還不是 一直出現藍瓶 那我也真的不知道 就是 檢查驅動啦 驅動檢查一下 那真的是 還是有問題 那就 要嘛有更厲害的人 可以幫你解決 不然你就是要 那希望大家到這個步驟 就把你的電腦問題解決 那如果還是有問題的話 那 你去檢查你的驅動 那真的驅動 全部都用完之後 還是有問題 那我可能就 建議買新電腦 因為我真的用了很久 這個藍瓶的問題 我用了超過一個月 所以你 時間這樣陸陸續續 重灌啊 然後重開 然後又全部重裝任何軟體 然後所有設定 全部都要重新設置 你真的要花很多時間 那一個多月的時間 我才把它搞定 那如果真的是 很急啊 或是你有東西要用的話 那我建議就直接 買一個新電腦啊 新電腦不會有這些問題啦 就是全新的電腦啦 就真的 不想要等 不想要嘗試的話 就買新電腦 那希望大家就是 把你的藍瓶問題解決 這也是我這一個多月 就是 心得分享 就是 一個探索狀態 就是重灌啊 然後硬體檢查 驅動檢查 然後各種問題解決 終於 有比較穩定了 就是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把CPU的 那個電壓降低 就是溫度過高啊 有時候跑東西 全部CPU100在跑的話 i9處理器很燙 那我的散熱可能沒有那麼好 所以它就是 可能會熱到自己 藍瓶的問題 那 最後問題解決 穩定很多 那希望大家 也可以把你們的電腦 解決這些藍瓶的問題啦 好啦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Windows 藍瓶的問題解決的 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影片 按個讚訂閱我們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是開箱 分享一些酷炫東西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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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d 謝謝